這幾天是不是震撼教育 震撼教育 等於是你這些人心 180段 180度 走到另外一邊去 過去都變成夢幻一場 因為他們騙 騙到整四人 但是你們真的就有福氣 就有福氣 為什麼 很多人騙到死都不知道 我們的父母親那一代 我們的阿公阿嬤那一代 到死都不知道這件事 所以我們大家有福氣嗎 透開了 在我們這代透開了 過去沉重的酒頭 很沉重在我們台灣人的心裡 這件酒頭 就被拔走了 這不簡單 你油頭跟臉上 我現在來看臉書 大家都變了 開閉起來 眼睛又會金 有沒有 有啊 你們來那一陣都在 油頭 漆漆漆漆這樣 不是在看過 現在聽到有話 整個人都開闊了 跟我們現在天氣一樣 所以會很快樂 我跟你們一起享受這種 享受這種喜悅 因為過去三年已經 我也是一樣 只是那一陣那沒有那麼多同學 這幾個人坐的那裡 但是那時候我們就很高興 因為我們看到未來 看到台灣的未來 那時候三年前 我們臨時生的 林秘書長 以前 2006年那時候他一塊人 去找人四個講 用各種方法加碼 衝那邊也衝 也去競選國代 要去電台去講 去報索美國也上台也上 去慶祭 去顧美國 好辛苦 我們都不怕 你們現在這時候來是受罪了 好感情是受了 也沒有來的時候也沒有那種壓力 過去我們來是怕被抓去 真的 我沒有騙你 我哪知道 我那時候真的是害怕 我們北部跟我說 不可以了 很危險 聽著聽著就好 知道就好 不然你還來這裡上課 你從那塞車都怕後面有人跌倒 真的 你們哪知道會什麼事情發生 來 慢慢到後面去講 來 所以這就是我們台灣人 還有你慢慢就是一次 一次變 再一次變 再一次變 Pay Tension這裡 因為我上課的時候 我們台灣人都要改完的習慣 你如果有任何私人的事情 請到後面去 我們開始要進行 你要從平常的禮儀開始 我剛才講的私的 我都說 剛才分的清楚 這是講領域 私人的事情到外面沒有關係 我絕對沒有任何覺得不方便的地方 你說excuse me 然後後面 我以前也是 我要吃早餐 我上課的時候 歡迎學生來吃早餐 你沒吃早餐就給他上我的課 所以你到後面 他拿著飲料慢慢吃 我不介意 但是在討勤會影響到其他同學 考慮到別人的份上 你要自己也要有一個主感 台灣人後面就是這樣一回一回 沒關係 過去怎麼樣習慣 慢慢把它改 慢慢改過來 再怎麼Emergency也是這樣子 你看去日本電車 我坐的電車 你怎麼說電車 走的中間那個地方 坐的是一排 也走的中間那個 一個車廂跟車廂中間去講 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禮貌而已 沒什麼 說到這個 我上面還有一些東西 因為一天沒電 所以很多事情都說很快 所以現在先來補一下 最後來做個結束 那個台生我到幾點 我控制一下時間 半 OK 兩點半 三點半 好 我們過去我們有說 我們過去我們四周的人 都是資源回收人 過去有沒有 押韻呢 吃飯 睡覺 唱歌 跳舞 買東東 對 那叫做資源回收人 資源回收人是沒有腦袋的身體 沒頭的 辛苦啦 身體很擁重的嘛 可以去工作 賺錢 回家穿衣服都可以嘛 麻煩你到後面去 沒有問題 沒關係 這個習慣不簡單 要改不容易 你就看我們一個人 對付自己過去多麼不容易 但是我覺得 真正改變一個人 是最多要開始 這裡 不是用外在 對付你 是從頭腦 從知識開始 所以給你們足夠的知識 就給你力量嘛 真理插的 就讓你這個人開口 真理讓你得到自由嘛 自由 人的自由是從哪裡來 從精力走在頭上 得到自由 你如果知道真的問題 假的就沒辦法跟你騙 你過去為什麼 你由頭靠他們 都假的嘛 你自己有一個基本的判斷 那你怎麼都沒有真的畫在我四周圍出現 直到這發力出現 原來如此 海闊天空 航向未來 很好 這個資源回收人 就是我剛才說沒有頭的 沒有頭的身體 要去工作探集 吃飯 穿什麼 要塞拋車 躲豪宅 但是這個腦袋 叫什麼腦袋 因為腦袋是什麼 媒體 不是沒有腦喔 有腦 這個腦袋是媒體 媒體 媒體 就是資源回收人的腦袋 他們這種腦袋 機率有多久 我告訴你 媒體說這件事多久你就多久 紅座只有一個月 他的機率就是一個月 黃色小鴨叫你去看一個月你就一個月 叫你現在最夯是什麼 你就要去買 大家就去買 蛋塔最好吃 現在大家都要買蛋塔 補鑽不補 這件事就不見了 那就是資源回收人的腦袋 我們現在就把腦袋換掉 過期他把你放下來 所以你現在回去就要知道 什麼叫做媒體 媒體是一個沒有實際上 有權利的一個社會 它是所有社會現象 人民沒有授權給媒體 但是媒體以人民的代言人自居 對不對 媒體是什麼 你現在出去是回去媒體裡面的世界 人家說電視怎麼說 現在他們就不是這樣在補 那就是媒體人 因為他唯一相信最後的權威 是媒體說的話 電視就不是這樣說 他會這樣說就表示說什麼 他是媒體人 他相信媒體 媒體是他的主子 這群資源回收人的媒體是主子 媒體是他主子 現在媒體是什麼 媒體沒有人民的授權 他不像我們的參議院 眾議院 是人民投票出來選出來 那是授權單位 但是媒體沒有 所以他想辦法 要讓人家認為他有 權威的理由是什麼 他說有多少人買我的報紙 有些人看外電視 所以收視率很重要對不對 然後他會做一大堆的民意調查 對不對 他說根據民意調查顯示 我們現在人民的聲音是什麼 他就要操作了 用這些所謂的假的人民的聲音 把真正有權有勢力的人要求 說我代表人民 結果你們的聲音都沒了 他來代表了 他站出來了 說我們是媒體 我們代表人民的聲音 所以他最要跟你說一句話 只是民最大 對不對 是不是 所有的媒體都要跟你講 人民最大 我剛才跟參眾議員問一個問題 我說你們現在都當參眾議員了 請問你們 在你們世界裡誰最大 以你參眾議員的身份 他說認為人民最大的 請嚇手 很多人嚇手 真的喔 對啊 這完了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權力的來源 不是人民給你的 今天你是因為投票來當參眾議員 不是耶 現在是我們是在美國軍政府底下的 韓民政府 我們回去是回去大日本帝國下的機制 那是天皇的 權力拿到參眾議員的 那是要傾聽的聲音 要聽人民的聲音 你知道嗎 那不一樣 一個是從下而上的力量 一個是從上而下的力量 我們要分清楚 我們現在不是從下而上 以後的希望 不是說大家人民當主人 我說最容易被騙就是人民要做主人 現在哪一個世界這樣 美國 最民主的國家對不對 結果是人民當主人嗎 不是嘛 他們代議制 又選出一群領導者 對不對 美國總統各個院 不是一般人都做的事情 我告訴你 問一個簡單的事情 任一家私人公司 如果說人民最大的 大家都做決定 外面那些人人民最大的 他們都想自己是支那人 他們做決定 你們叫我們的議員去做的事情 你們又回到原來的樣子去了 外面那些人都認為自己是支那人 只有你們在座這各位不是 你頭腦清楚的人 怎麼又回去給他收到他的限制呢 好價錢我們不是這樣 我們的權力來源是來自於美國軍政府 給我們全力 我們去執行 所以佔領者的命令就是 佔領者的意志就是我們的命令 你們去執行 那我們回復的狀態叫做被佔領狀態 的人民 我們是戰敗國 大日本帝國的戰敗國 美國恢復他的佔領 我剛才說 我們把中間這一罐趕走 美國軍事政府恢復佔領 回到戰勝狀態 不是沉平時機 不是說一般大家在那裡 發發意 不是說戰死狀態 所以我們的規矩在那裡嚴 說貪污是什麼 死刑 怎麼會這樣用 因為是軍事領導 才會有接下去後續的東西 你這個架構清楚 不然你又回去了 所以我現在來講 就是告訴你 什麼是基本的法理概念 根據法理有先後順序 有輕重緩急 有權利的來源 你今天給你權利 不是因為你過頭了 是你好命 聽到這個經理 來到這個地方 拿到位子去執行命令 突然就變成參議員 中議員 然後你去考的話 還可以當內閣 對不對 去考試 考幾次 幾次點招 你就突然有一個 人家沒有的權利 過期你在那個系統裡面的經驗 拿來這邊都不能用 因為我們現在是恢復另外一個狀態 不是以前你過期 國民黨 廖安政府 跟你騙那個系統 不是啦 所以不管你過去 國民黨 民進黨 都有經驗的議員 來跟我們民政委員都完蛋 為什麼 我們是以法理做基礎的權利單位 法理做基礎 不是用騙的方式 你直接講 換一隻是不是 太大聲了 OK 好了 OK 可以 好 再講一個 比較簡單 我們講到那個下幾章 經濟的方面 經濟 那個人說這個都沒說 我幾分鐘大概講完 這個可能是應該高級頒獎 我想想看 我跟你講這簡單的經濟發展 我現在有點跳痛 但是你如果擔任 台灣民進入的政府官員 或者內閣或參眾議員的時候 會有問題 譬如說 你如果不知道經濟這種東西 你過的法案就通不過 不合理 舉例來說 現在人民要求我們要節能減碳 大賣場溫度提高兩度 好像很好 利益很好 我們可以減碳多少度多少 結果你有想到嗎 減碳之後大賣場溫度上升 消費者就變少了 你現在熱我家裡比較涼 我整個在家裡 為什麼要去大賣場買東西 就影響國家經濟 做的東西沒人買不買出去 就完蛋了 經濟就崩盤了 所以這是議員要考慮的事情 所以議員要有一些 什麼叫做經濟運作的體制 很簡單說因為時間不夠 就是這在啟蒙時期 大自然就是 以前16、17世紀的時候 之前黑暗時期 之後人們開始研究大自然 哪裏有很多密碼 一解開之後 就產生很多有趣的東西 我舉個例子 蒸氣 你們家裡聽水 有蒸氣對不對 蒸氣發現 這是科學家的事情 科學家交給發明家 發明家利用蒸氣做成什麼 蒸氣機 蒸氣機就變成機器 機器又可以做火車做什麼 一天只能做兩雙一個人 有的機器做一天做幾千雙 做了這麼多東西拿到市場去賣 就開始賺很多錢 錢就回來再研發 然後再製造 然後再生產 再生產 再生產 這次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在生產 我們現在就是資本主義社會 所以我們民進部成立之後 美國警告 絕對不能作為共產主義 為什麼 這塊膠那時候 停下來 人類就陷入災難了 因為這樣膠 所以怎麼樣 過去無知 我們現在 因為你要使用市場上的商品 比如說手機 你要智慧型手機 你要有知識 你要有很多的知識 所以你就要去讀書 抹很多事情 那就是受到教育 因為這樣子 所有很多人受到教育 才能使用新的商品 就是這樣就在教 教育就開始普及 因為資本主義的運作 所以現在疾病也變少了 從前去做研究 研究發展 過去黑子病要甘蔑模式一堆人 因為現在後來有很多錢 就可以做一部分的科學研究 生物研究 對不對 疾病研究 人的壽命就平均上升了 有了資本主義 人就注意到人的人權 基本人權 因為有了這個資本主義在運作 照黑子也一樣做社會福利 關心每一個人 所以才有所謂的各種方面 知識快速的漲 再有做這種種種類 各種各樣好看的東西 你如果走共產主義 趕快做一件事 會親 會吃 在共產制度裡面不需要努力的 這個裡面 這樣的運作過程當中 這個原則你有了之後 你知道嗎 我們國家的經濟就這樣搞起來 所以你做的法案要往對的方向 不是讓這個輪子停下來 怎麼讓輪子停下來 窮人覺得生活很滿足 有錢人覺得生活很空虛 這個輪子就停下來 我講的有點輕 你大概有這個概念就好了 那有這樣的經濟知識的背景 之後 你以後有一天擔任 都要有這些知識背景 你回去就要看著找 把它補起來 現在說回來的另外一件事 我只是一個畫家 你聽我說話 對吧 但是我是在跟你們一樣 三日經也是一樣 坐在一起 也是什麼都不知道 慢慢累積起來到今天 才敢站在這邊講話 當你們 你就把你買回去找 看好色 看好髮頭 再加上你個人的過去的經驗知識 跟著說 變成很有利的東西 你早上就執政 你以前是人民 你執政之後你就要換腦袋 你現在來民進府是來當官的 不是讓你回去當百姓 說人民最大 那是看補出來的人 現在我們不是資源回收人 對吧 我們知道我們要從哪裡去 我以前的藝術家 我告訴你 我這個人有一個常駐 我很喜歡聽老師在上課講的話 特別是校長 你們畢業典禮 校長說的時候沒人注意 都在亂吵吵 誰要聽校長說 我的 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我們校長講過一句話 叫做一個人一輩子裡面 都叫fulfill 就是滿足一個字叫做calling calling就是打電話 call加ing 就是呼召 呼召的意思 每個人一生都要滿足某種呼召 我舉個例子 他講呼召有三種 一個從calling from within 一個calling from without 一個calling from above calling from within 就是裡面給你的聲音 就是你裡面的聲音 我舉個例子 有些人 天生就是音樂家 喜歡彈鋼琴 就是他天生有這個才能 很想要大放鋼琴 可是家裡說 這沒出口了 所以他就被迫於家裡的壓力 所以他就不去學音樂 改去學什麼 去做醫生去 所以做醫生之後 他很會打坐在他 賺很多錢 但是他永遠不快樂 他就要做了 他沒有在做他這輩子 被叫來做的事情 他去做 為了體貼自己肉體的軟弱 所以他去做什麼 做醫生 沒有錯 帶美妻生漂亮 老爸又住好家 醫生 但是他永遠不快樂 因為他一直想說 我音樂這條路沒有走 他走通 所以有一天 就趕快退休 回去做什麼 去學音樂 彈他的琴 他就開心了 這叫Fulfill Calling 就是滿足當初的呼叫 如果沒有的話 當醫生也不快樂 就把他當作一個職業 這樣來做而已 有的人 我說 第二個叫Call without 也一樣有一個音樂家 天生也是音樂家 擔心 他也有鋼琴 有一天家裡發生事情 父母親離異 兄弟姊妹怎麼樣 他要扛起責任 照顧弟弟妹妹 那時候時間 那個時間點上 他還有Call 人去彈鋼琴 沒辦法 因為弟弟妹妹要人 毫毫逮捕 要顧 所以他沒辦法 後不中就要怎樣 放棄他的理想 因為另外一個聲音出來 什麼聲音 他四周圍的聲音出來 就是旁邊的聲音 旁邊的需要 比如說社會的需要 還是你家人的需要 這就壓過你本來的需要 三種 這個麥克風不好用 第三個 第三個叫Call from above 比如說馬傑博士 馬傑博士 馬傑博士是什麼 他是加拿大人 在美國 Princeton念書 受到神學訓練 然後來台灣 在18幾年的時候 我們有看到賞比 1個人來台灣 這個地方 他本來在很先進的社會 怎麼來這麼落後的地方 來這麼落後的地方 幫這邊 蓋學校 成立醫院 幫人搬出去 帶這裡的便部做的 男生 一代一代都服務台灣 為什麼會做這件事情 這很奇怪 我跟你講 他有一個呼召 是上帝教他來的 那他如果不做 留在美國過好日子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但是他會不快樂 因為他這一生 給他 叫他來做 我們每一個人 生來世界上 都有一個特別的聲音 叫你去做特定的事情 你如果不去做一陣 你永遠很害怕的 你不會快樂 就像你們來到這邊一樣 就像我也是 我是個畫家 我每天畫畫 是我最快樂的事情 因為這是我裡面的聲音 我從小就有才能 我就喜歡畫畫 但是我聽到另外一個聲音 現在出來了 就台灣人 現在也能出頭頂的聲音 就叫做Calling from without 這個聲音出來了 那時候要怎麼辦 我畫畫筆要暫時丟掉 跑去做我這個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聲音 一定要把它弄完 要不然我沒辦法畫畫 畫不下去 真的啊 你哪有可能一開畫面 享受畫畫這件事情 看到台灣人在受苦 你做不下去嘛 所以你就要把畫筆丟掉 暫時回來 台灣民進府來這邊做 跟著大家一起努力 打招 跟這條路路走出來之後 你再回去畫畫 如果有一天上帝叫我再回去畫 那謝謝上帝 我再回去畫畫 好好過得 利用不穩的生活 對吧 但是在這個時刻的點裡面 我過去都怎麼說 關鍵的時刻 關鍵的人物在座 各位 就要做關鍵的事情 緊張緊張緊張 刺激刺激刺激 現在很緊張 局勢很緊張 戰況很激烈 就是現在 你們可能感受不到 但是你不要看你的人 你知道現在情況很緊張 真的要執政 人數要求得高 很明顯 你看現在大家一直在這邊上課 幾個八人在另外一邊 參眾議員現在開會審查法案 就要做這件事情 這時間快到了 速度會加快 所以我也在座各位 你們來家都不是 親親太太來的 有一個特殊的使命跟任務 來到這邊 你在很關鍵的時刻出現 那為什麼不是其他的資源回收人 你就有特別的聲音叫他 來了 你又聽到這個是真的東西 又不是又給你騙你 又不是畫大餅 那就告訴你歷史上的事實 文件 邏輯的推理思考 就是這樣而已 台灣人就得到拯救了 怎麼不比較好 比過去說畫要上街頭 都沒效 所以最後 我們課要休業了 就完成這個階段的你們的課 但是你接下來就要上高級班 下禮拜我們有高級班 歡迎大家來繼續我們的課程 走到晚 好不容易有這麼好的基礎打下來了 接下來我們再上高級班的課 會講得更深 等於像我剛才講這個 我會講得更細節 還有一個部分是台灣人很欠 就是對藝術的認識 所以過去因為你是被統治者 不需要認識太多藝術 所以下面是藝術史節 我還有繼續下一個藝術史節 可以來上我的課 你從而透過另外一個角度 來看這幾件事 我跟你講 這工夫很親密 我唸了那麼多年我還在唸 三年 每天辛辛苦上網查資料 對 這次回去的時候 學著試著趕快把英文學起來 因為過去以後我們的官方是 英文到日記 趕快換語言 不然你再在中文的世界思考一尊 完蛋了 你收到的資訊是什麼 都媒體給你 對不對 你也知道什麼 媒體是黨的喉舌 只要是中文的媒體 都是中資那人在控制 所有 隨便你 我舉個例子 你就在Google 上面打一個日本兩個字 你看到一連串的新聞 你再打新聞 新聞都走出來對不對 你去看什麼新華網 都中國那些 中央通訊社 都中國人那些 對於美國就是仇美 仇日 都這樣 仇我們 你去看他的新聞要做什麼 所以你如果打英文 結果又不一樣 所以學會看 就算不會 你用英文那種檢查單子 一個一個去查 我過去學英文去 我是26歲才出國 我英文也很爛 到美國也是 三個都沒有 也是字典每天 那種德州腔都沒有 就是要辛苦 這段辛苦的過程要給它過去 你慢慢就是 開始你收集到資訊不一樣 多時間花在法理上面 跟別人講的時候 同時你也訓練自己的邏輯思考 因為過去你跟別人說 說不清楚 但是你現在有個基礎 就是這個架構有了以後 你跟人家講 講的時候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麼 如果不知道回來這邊問 對不對 這邊有很多同心的學長姐 對不對 他們很多人很有經驗 豐富在網路上辯論的經驗 你去問 剛才這問題是怎麼解決 同時也解決自己心裡的疑惑 因為你回去 不是我馬上就清楚了 還是有一些盲點 你希望把它fix 我跟你說 這叫Airtight的一個論述 Airtight就是什麼 密不透風的一個論述 民政府的論述是法理 是密不透風 可以讓你供給的 可以供給的 可以供給的 如果不供給的 那種不是好的法理 所以建議大家 今天結業之後 預備下禮拜繼續上高級班 因為這條路就一步一步到 就是你的 就是在座各位 大家有沒有得到鼓勵 有啦 好 最好 因為今天秘書長有點事 他還在那邊開會 他還有很多會就要開 所以我現在臨時來這邊 幫大家結業 但是這只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很好的開始 大家 他們都照過相了 都照過了 所以都記錄了 大家保持聯繫 然後你們已經分組過 你們在不同的州郡 儘快跟當地的州郡做聯繫 讓他們州長知道 有這個人 現在在什麼狀態 那他的郡守也會跟你們聯繫 有不同的單位 你們屬於北 中 南 各區都不一樣 做一個簡單調查 從北部來有什麼人 舉手一下我大概知道有多少個 中部來的領手 高雄 台南 冰東的來 比較多 好 請放下 台東這邊 好 也不錯 還沒有外島來的 騙我 這屬於高雄縣 好不好 我今天就講到這邊 好